战国末期,秦国势力逐渐向东扩张。 当时六国中最强的国家,已经由初期的齐国转变成赵国,也只有赵国能与强秦对质。 事实上,六国政治的实权不在各国君主身上,而是掌握在王族中声望最高的人物手中。 这些门法中,最杰出的是齐国孟长军,赵国平原军,魏国献林军,楚国春生军,事称为战国四公子。 孟长军 田英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弟弟。 田英在齐国当了十一年宰相,魏王即位后,封田英逾宣,他一共有子四十多个。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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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位卑贱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 爸爸 爸爸 父可留下这孩子,把他杀掉。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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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田文的母亲爱子心切,便暗中把他抚养长大。 爸爸 有一天 这是你爹,快叫他呀。 爸爸 我不是叫你不要留下这孩子吗,才又偷偷把他养大了。 爹 只因我是五月五日出生,就不要我活,是什么理由呢? 爸爸 五月五日生的孩子,长到门楣高时,会磕死当父亲的,所以不能养。 人的生命是养之于天,还是养之于门呢? 如果养命于天,父亲何必忧虑呢? 如果是养命于门,把门楣高就是了。 你们都是养生命于门 啊,ban Court 这,这、这给…… 哎呀,算了,算了,你就留下它吧。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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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哩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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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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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常机智聪明 爹 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孙子 孙子的孙子叫什么 玄孙 玄孙的孙子叫什么呢 不知道了 父亲向其至今 以利三亡 齐国土地不加广 而私家富累万金 门下不建议贤者 父亲 您留藏这么多 要传给连名词都不知道的后代吗 田英因此对田文另眼相看 派他主持家事 接待宾客 自从田文主持家事 接待宾客后 宾客日增 田文的名声 也逐渐传闻于诸侯之间 当时的诸侯都派人来请求 薛公田英 封田文为太子 好吧 我就立田文为太子吧 田英死后 视为晋国君 而田文果然在薛集会 视为孟长君 齐敏王二十五年 齐王派孟长君到秦国去 秦昭王击拜孟长君为相 有人向昭王说 孟长君是位贤者 且又是齐国的王族 现在要他当宰相 一切利益一定先为齐国着想 如此一来 秦国就非常危险了 嗯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取消孟长君的宰相之位 并囚禁他 想办法找个理由 把他杀掉 是 被软禁了 你立刻去向昭王的宠鸡求救吧 好 我答应你去向昭王说好话 但希望孟长君能将他的那件白狐球送给我 是 他答应相助 但希望能得到你的白狐球 可是白狐球已经送给昭王了 现在该如何是好呢 我能为您偷回那件白狐球 真的 那太好了 先打扮成狗的模样 从狗洞混进去 嘿嘿嘿 头到手了 白狐球送来了 现在该看你的了 没问题 大王 孟长君又何尝做什么坏事 既然不要他当宰相 就放他回国吧 好好好 昭王 昭王果然释放了孟长君 孟长君死里逃生 连忙飞驰离去 大王 你放他走 无意是纵虎归山啊 对呀 立刻追回孟长君 生死勿论 孟长君逃到了凡谷关 由于是夜间 所以关门还关着 关门必须鸡鸣时候才会开 而秦冰又快追到了 该如何是好呢 莫座能学鸡叫声 或许能解决这个困难哦 嗯 好极了 山庄里的鸡也此起比我的提叫起来了 手关的士兵以为天亮了 真的打开关门了 孟长君一伙人终于出关去了 逃过了前军的追杀 安全地回到了齐国 齐敏王 因令孟长君使勤 因而受难非常拟救 孟长君一回来 击拜他为齐相 担任重要职位 孟长君任齐相期间 有位叫冯欢的人 穿着草鞋来见他 您不辞长途来到我这里 有什么指教 听说你很好客 我因家贫无法生存 想投靠您的门下做个时刻 好好好 你就留下吧 于是便将他安排在下客所住的转舍 常见哪 回去吧 饭菜中连鱼也没有 常见哪 回去吧 把他移到侦客所住的兴设去 是 是 冯兄 这边请 此后 每餐饭菜都有余了 可是 常见哪 回去吧 出门 没有车子坐 冯欢 冯欢在信社还不知足 每天谈见抱怨 出入没车座 嗯 把他移到上客的代设去吧 是 冯欢如愿地牵到上客所住的代设 于是 于是出入都坐着车子 可是 常见哪 回去吧 在这里虽然有鱼有车 但却不能当家 常见哪 回去吧 哎 常见哪 回去呗 哼 他要求的太过分了 不要理会他的抱怨 这一年 孟长军的封义薛国收成不好 向孟长军贷款的人家都付不出利息 你认为 冰色中 有谁能去薛国收债的 代设的冯欢 没有其他技能 但是却能言善道 让他去收债 应该不成问题的 嗯 回去后 叫他来见我 是 由于门下石客三千人 封义的收入不够 奉养这么多宾客 所以才贷款给薛国百姓赚些利息 不料今年薛国收成不好 百姓交不出利息 盼您能替我到薛国去收债 是 很抱歉 目前我只能付一部分 惨愧啊 我实在付不出利息钱啊 冯欢收到利息钱十万 于是买很多好酒和牛 我要宴请贷款的百姓 能偿还利息的也请 不能偿还利息的也请他们来 是 我代表孟长军敬大家一杯 大家尽量喝个痛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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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酷而热之际 冯欢拿出气去对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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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公为帮助没钱的人 也能经营事业 才贷款给你们 由于不够钱奉养宾客 所以才向大家收利息 现在有钱的订了偿还的旗线 贫穷的把戒局烧掉 债统统赐给你们 有这样的主人 怎能违背他呢 于是在座的都挣起来再三拜谢 谢谢 谢谢 好了 好了 起来起来 大家唱白喝酒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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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长军听说冯欢烧了戒局 非常生气 差人召回冯欢 听说您收了战以后 就买了很多牛和酒 还烧掉了许多戒局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多被牛 酒 就不能让大家聚在一起 也就不了解谁有钱 谁贫穷了 有钱的人定了还债的期限 贫穷的人 再跟他讨债十年也要不到 利息越来越多 再逼的话 他们就会逃走了 如果他们疾困到无法还债 对上则说您为君耗力 不爱市民 对下则人民有弃君赖债的坏名声 主动放弃这些收不到的空障 能让薛国老百姓亲近您 更能让您得到好名声 不是很好吗 好极了 你办得真好 这时秦楚两国联合造谣说 孟长军啊 名望高过齐王 还独揽齐国的大权呢 哦 立刻取消孟长军的宰相职位 是 一般时刻 眼看孟长军被免职 都远走高飞翅了 希望您借我一辆车 我到秦国去一趟 一定让您的名望 再显现于齐国 凤义更加广大 好吧 红欢带着礼物 驱车到秦国去见秦王 天下的便士奔向您西秦来 无非想使秦国强盛 而让齐国衰弱 然而那些奔向秦国的也都想让秦国强大 而使秦国衰弱呀 秦齐是雄辞难分 势不两立的国家 能称雄的便能得到天下 哦 您有何妙计才不致使秦国变成词的呢 大王想必知道齐王废除孟长军这事吧 嗯 我听说过 让齐国危险天下的是孟长军 现在齐王竟忘性谣言将他给废除了 他内心非常怨愤 一定会背叛齐王 假使他到秦国来 那么他一定会把齐国的内政局势和盘拖出 如此 您就可以取得齐国 岂只是让您称雄而已 快钱时把他迎接过来 别坐视这个机会 倘若齐王悔悟 再任用孟长军的话 那么谁雄谁辞可就很难说了 嗯 你分析得非常正确 就这么办吧 立刻准备后礼 到齐国把孟长军迎接过来 是 快马加兵 赶在他们前面回到齐国 奉欢直奔齐宫 游说齐王 天下的便士奔向你东齐来 无非想让齐国强盛 而使秦国衰弱 但是那些奔向西秦的 也都想让秦国强盛 而使齐国衰弱 秦齐是雄词难分 势不两立的国家 要是让秦称雄的话 齐国就危险了 目前臣听说 秦王派遣十部车辆 带了黄金两千四百两 来迎接孟长军 孟长军要是到了西秦 天下的人心就可能归向他的 于是秦国就成为雄 而齐国只好称词 一旦您齐国称词 林姿寂寞就危险了 大王合不趁秦国使者未到之前 恢复孟长军的职位 增加他的风意 向他表示歉意 如此一来 孟长军一定会很高兴地接受 秦虽是强国 但怎能聘请别国的赞相呢 只要破坏了秦国的阴谋 就可断绝他称霸的策略 报告大王 秦国使者车队刚迟入边境 哦 立刻召回孟长军 于是齐王恢复了孟长军的相职 又加封签户的封印给他 后来齐王恢复孟长军 一心想禀去孟长军 孟长军非常惶恐 就逃到魏国去 魏章王立即拜他为相 孟长军 魏章会得齐 赵 英国 共同次兵 击拜齐国 齐敏王逃到举城 最后死在那里 齐敏王死后 由齐湘王即位 而孟长军仍然忠立于诸侯之间 不属于哪一国 齐乡王因刚即位 心里很畏惧孟长军 便立刻笼络他 亲近他 后来 田文去世 视为孟长军 由于他的孩子互相争畏 结果齐 魏联合灭了薛国 从此 孟长军绝了四 没有后代 平原君 平原君赵盛 是赵国的公子 在所有的公子里 就属他最为贤能 他喜欢掩揽宾客 门下的宾客 有好几千人 他曾担任赵惠文王 孝成王的宰相 一生中 曾三离相位 又复职三次 他的授意 在东武城 有一天 快来看 看这脖子走路的怪样子 他走路的样子实在瘦死人了 第二天 我听说您很爱财呀 使人不远千里而来依附您 是因为您能贵世而见切的关系 我不幸驼背又博足 而您后宫有位美人在楼上 竟嘲笑我走路的怪样子 我要那个笑我的美人的人头 好好好 我杀了他为您消气吧 多谢公子 成全我的心愿 后来平原军并没有杀死那位美人 过了一年多 时刻和左右亲近的 有大半的人渐渐离他而去 我赵盛对待宾客 从未失礼呀 为什么他们要离我而去呢 你没杀掉那位 讥笑脖子的美人 大家认为公子宁爱色而见识 所以门下诗人 才渐渐离开您了 原来是为了这个 平原军立即砍了那 鸡绍脖子的美人的头 亲自登门送给脖子 并再三谢罪 于是宾客们才又逐渐地回来 赵惠文王九年 秦为赵国都城寒丹 定你为特选 我到楚国去请求救兵 是 我要选二十个勇士 才略兼备的人 跟我到楚国求救兵 联合抵抗秦国 能以和平方式完成任务最好 不然就只好在楚宫中 狭楚王煞血盟室 也要完成合纵盟约才回来 经过一番挑选 终于找到十九个人 公子 还少一个呢 这时 有名叫毛岁的时刻 走到平原军院前 我听说要去楚国地盟的队伍 还少一个名额 希望您允许我补这个缺 以便成型 你在我门下有多久了 三年 一个贤者活在世上 就有如铁锥放在袋子里 尖锐的地方马上会穿漏出来 你在我门下三年 我从未听过有人称赞你啊 不不不不 今天我就是来求您 把我放进袋子里的 若是我早有被放在袋子里的机会 将不只是尖锐穿漏而已 好吧 就给你这个机会吧 谢谢 于是毛岁 即跟随平原军等人 到楚国请求救兵 到了楚国 平原军和楚王 商量联合抗秦的事 一再说明两国的厉害关系 但谈论了半天 仍无结果 从早上谈到中午了 仍然没有说动楚王啊 我上去说说看 有关合纵的厉害 是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 为什么谈了这么久呢 那位客人是来做什么的 他是我的肥纵 我跟你的主人谈正事 你打什么差 还不快给我下去 大王 您之所以呵斥我毛岁 是仗势楚国强大的威势 现在十步之内 您再也没法仗势楚国的威势了 您的生命 就操纵在我毛岁的手中 啊 我的主人在您的前面 您这样呵斥做什么 商汤以七十里的地方 便统治了天下 周文王以百里之地 号令诸侯 这难道是他们士族众多的关系吗 实在是他们能够依据已有的情势 振作他们的威武罢了 目前 楚国拥有五千里地 加上百万雄狮 这是称霸天下的大好时机啊 白起 只是一名小将 但他率领几万勤兵来跟楚国作战 一战就攻下阴影两地 再战 焚毁楚国的遗陵 三战 侮辱了您的祖先 这是百代不景之仇 连赵国都替楚国感到羞耻 您身为楚军 却不引以为耻啊 啊 这 你要搞清楚 合纵完全是为了楚国 并非为赵国的 哎 是是是 你说的对极了 对极了 我愿意整个楚国 跟赵国联合抗情 好 合纵的事 就这样决定了吗 对 就这样定了 被拿鸡狗马血来 谢谢 大王 您应先煞血 表示合纵的诚意 其次是我的主人 再其次是我 好 于是 在楚国完成了合纵武士 平原军回赵后 楚王派遣春生军 带兵赶来救赵国 魏信林军也卫装安离王的命令 取得境底的兵权 前来救赵国 在他们援兵未到达之前 秦兵包围着邯丹城 情绪很危急 哎呀呀呀呀呀 怎么办才好呢 邯丹撰射力的儿子 李同求见公子 请他进来 您不忧虑赵国的灭亡吗 赵国灭亡了 我就成为俘虏 谁说我不忧虑呢 而百姓却穿着破缺的粗衣 每餐连糟糠都没得吃饱 百姓穷困 兵器也用完了 而宁家的切勿中庆依然完整 假如秦灭了赵国 你还能拥有这些吗 啊 要是赵国能够安全 您又何虑没有这些东西呢 现在 只要您能将夫人以下的人编入军中 并将家中物品分给兵士 他们将会非常感激您 并且共同努力杀敌的 嗯 于是 平原军照他的建议做 果然得到赶死的士兵三千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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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同奉勇被帝人恢复前线 秦军进一步便增测三十里 这时 用好处川秦军 反对宪明军的旧兵也不套 秦军溃散而去 终于保住了凡丹城 在这场战争中 李同殉难了 赵王就封他的父亲为李侯 赵孝城王十五年 平原军去世了 他的子戴笠 后来赵灭亡 平原军的家族也灭亡了 姓林军 魏公子吴继 是魏赵王的小儿子 魏安黎王同父异母的弟弟 赵王死后 安黎王即位 封公子吴继为姓林军 姓林军为人仁慈千让 不应自己高贵而对世人傲慢 因此周围数千里的世人都来归附他 招致门客 招致门客多达三千人 魏国有个隐士 名叫侯盈 已经七十岁了 生活贫穷 当看守大梁东门城门的小弟 我是魏无忌 这点小礼物请您收下 我几十年来修身养性 不会因为看守城门穷困的缘故 接受你的厚礼的 于是 姓林军回去后 办了酒席 大宴兵客 我去接一位重要的客人 等我回来后再开宴吧 请先生同我回去 参加宴会吧 好 侯盈静自上车 坐在左边尊位 姓林军不但没有生气 拉着马江更加恭敬 有个朋友在市场里 我想顺道拜访他 好啊 没问题 马车到了市场 侯盈故意与朋友谈话很久 并偷偷观察公子的反应 只见姓林军的脸色更为温和 抱歉 让您久等了 我们走吧 哈 这位 就是今天这场盛宴的贵客 他叫侯盈 公子竟会对这样的人这么恭敬 为这样一个老头 害我们苦等多时 侯先生 请畅怀痛饮 我敬您一杯 今天 我侯盈为难公子您也够了 侯盈呢 只是东门守城门的人 而公子您 却亲自带着随纵车马 迎接我于大庭广众之中啊 而我侯盈为了要成就公子爱事的名声 故意让公子的随纵车马 久利于市区 让经过的人围观公子 而公子呢 更显得恭敬 市民都以为我是个小人 而把公子呢 当成能够监工下士的闲人啊 酒席散后 侯盈也成为公子的上兵 臣刚才所拜访的屠夫朱亥 是个贤才 使人不了解他 因此才隐藏于事情之中啊 嗯 我会常去拜访他 为安妮王二十年 秦昭王派兵攻破赵国 入防长层的水军 并围攻谈登城 公子无忌的姐姐 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军的夫人 写信向魏国请求救兵 敬笔 令你拽十万精兵去援救赵国 是 哎呀不好了 秦王派人送先来警告大王了 秦昭王在信上说 谁敢派兵去援救赵国的 在他占领赵国之后 一定调兵先攻击他 立刻派人通知禁笔 停止禁军 是 于是禁笔将卫军 驻守在夜这个地方 这时采取观望的态度 大王 快令禁笔率兵救赵吧 别眼看着秦兵攻下邯郸 消灭了赵国啊 别再说了 我不会再改变主意的 卫王 卫王惧怕秦国的报复 不敢出兵救赵 但是 我也不能独火 而让赵国灭亡啊 于是 信林军请兵客们 凑合了一百多辆车马 打算去抗拒秦军 和赵国共存亡 侯先生 我准备与宾客们到赵国去死战秦军 与赵国同存同亡 特地来向您拜别 公子 你好自为之吧 老臣可不能跟随你去啊 是 奇怪 我曾要到战场去牺牲了 人侯营 竟没有一言半语送 难道 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将马车掉头 再回东门 是 咱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 公子重爱世人 闻名天下 今有危难 而准备去和秦军拼命 这就像是 把肉头给恶虎一般 有何用处呢 还养什么兵客呀 这 那应该怎么办呢 请跟我到室内详谈 是 我听说禁笔的兵符物放在魏王的卧房里 如果能偷到它 一切问题便好办了 取得虎符物 夺取禁笔的军权 援救北方的赵国 抵抗强情 这是春秋五霸的工业啊 要如何才能到室内详谈 要如何才能到得兵符呢 公子 公子无忌 请如鸡帮忙 如鸡果然答应 谢谢你冒着生命的危险 为我道得兵符 为了报答公子 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 伍符已经到手 我即将上路 即使公子的兵符没有错误 但若禁笔不给公子军权 反而向魏王请示 事情就很危险了 你带珠海一道去 他是个大历史 万一禁笔不肯叫出军权 你可令珠海打死他 臣是侍敬屠夫 一直蒙公子厚爱 如今公子有难 正是我牺牲性命报答的时候了 谢谢你 祝你一路顺风啊 臣连老不能同去 但我会在公子到达 禁笔军中的那天 面向北边自杀 来打谢公子的 那垂爱之情啊 公子到达夜城 积去出兵符 家传魏王的命令 奉魏王的命令 要我来取代你的职位 请将军权交给我吧 我罪十万大军 住房在边境上 担负国家的重任 现在公子独自坐车子来 就说要取代我的职位 这是什么道理呢 将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 抱歉 我不能把军队交给你 将军 果然是个叱咤风云 意气豪迈的英雄啊 禁将军原谅我 公子无忌 于是统领静笔的军队 正赤士兵 父子都在军中的 父亲可以回家 兄弟都在军中的 哥哥可以回家 没有兄弟的独子 可以回家 经过逃选后 奉得精兵八万人 精兵攻击秦军 交战结果 为国结败了秦国的军队 公子武器 专于借着了蓝冬城的危机 保存了赵国 而留在魏国的侯营 果然在信林军 抵达禁笔军中时 面向北方自杀了 魏安离王 怨恨信林军盗走兵符 假传命令杀了禁笔 魏无忌 你好可恶 公子也知 魏王恨他 并且魏军回国 而自己和兵客 留在赵国 十年之久不回魏国 秦国听说公子在赵国 就日夜出兵 上东来攻打魏国 大王 秦兵已经开到我国边境了 怎么办才好 快派使者到赵国去 请信林军回国 是 公子 魏王派使者来 请公子回魏国 有谁敢替魏王使者通报的 定是杀胡射 赵国的影视 毛公 薛公 有话禀告公子 两位请说 公子所以受到赵国尊重 声明远迫 那是因为还有魏国存在 如今魏国危急 而公子却不忧虑 如果秦灭了魏国 公子有何面目立足于天下 两位分析得很对 我马上赶回魏国 抗拒强秦 信林军 您终于回来了 大王 信林军 大王 信林军 我把上将军的印信 看魏国的前途 统统交给您了 是 立刻辩告各国诸侯 我吴济已担任魏国上将军 请各国诸侯派兵帮助我 抵抗强秦 诸侯听说公子吴济亲自带兵 都各派遣将军带兵来救魏国 于是公子统率五国的兵马 到边境与秦兵决战 蒙木率领的秦兵 在黄河的南方被联军打败 信林军并呈胜追击秦兵 直到函谷关 逼迫秦军 使秦军不敢再出关 在这时候 公子无忌 威名震天下 各国的兵客 呈现兵法给公子看 公子都提上名字 所以世上一般人 称为魏公子兵法 秦王对公子无忌的威武 非常顾忌 于是利用反间谍误陷公子 公子何时立为魏王啊 到时候毕国大王将派人来祝贺公子哦 各国的诸侯正打算共同出面 有力信林军为魏国国王呢 哦 有这种事 立刻取消信林军上将军的职务 不能让他统帅军队 是 信林军令由任用 上将军的遗缺将令派员兼任 大王无听别人对我的忏悔 怕我忍止他的王位而将我废置 于是公子借口声并不上朝 但军客们通宵达旦的饮宴 喝门酒又经常亲近女人 日以继夜地单溺于饮酒作乐 这样亲过了四年 终于因为饮酒过量 患病而死 这年 魏安黎王也死了 大王 大王 秦王初说公子无忌死了 就派蒙物带兵攻打魏国 夺取了二十个城地 改制为秦国的东郡 从此以后 秦国逐渐像蚕吃桑叶寺的 侵占魏国的土地 过了十八年 俘虏了魏王甲 攻下了魏多大梁 魏国灭亡 春生军 春生军是楚国人 姓黄明歇 应出外游学 故能烟薄洽文 在楚国 请乡王朝认识 黄歇 你有变才 故派令你出示秦国 是 当时的秦国非常强盛 而秦王又更轻视楚秦山王 黄歇怕秦国 举兵把楚国灭了 就上书秦昭王 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就是秦楚二国 现在我听说 大王想去罚楚国 这正如两虎相争 而坐收鱼利者 是猎马和狗 假如大王仗势人多兵强 想以武力臣服天下诸侯 这样 臣恐怕就会有后患发生了 诗经说 事之初都会有好的开始 但却很少能一直保持到终了 义经说 狐狸涉水 结果还是沾湿了尾巴 这就是说 一件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很容易 但要保持到终点就非常难了 秦若法楚 齐兆汉卫四国 必趁机攻打秦国 到那时 大王您就很为难了 嗯 他说的很有道理 下令召回白起 停止出兵吧 是 秦王太史臣以奉礼出世楚国 要约为友好之国 黄歇回到楚国 楚王就派他与太子丸 到秦国做人制 秦国将黄歇与楚太子 留置了数年后 公子 不好了 公子 不好了 除秦书王患病 旺太子能即刻回国 父王病危 但秦王又不让我回国探病 这该怎么办呢 我去找秦国宰相 我去找秦国宰相英侯 请他帮忙 那他只不过是咸阳的一个平民罢了 楚国要是另立太子 一定不再侍奉秦国的 希望相国衡量得失轻重 仔细考虑考虑 我去劝秦王让太子回楚国去 派楚太子的师父 先去问楚王的病 回来以后再做商议 是 大王只答应让你回国 太子还是不能成行 处王病危 太子能又被积留于咸阳 杨文军的儿子偏偏又在宫中 假如大王不幸死了 太子又不在宫中 杨文军的儿子一定被立为王 那么太子就不能奉享宗庙了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倒不如离开秦国 与出世的人全部逃 臣请留下来 以死来抵挡 于是 楚太子及乔庄城处使者的车夫 棍出了秦国的关口 黄歇留守在馆舍 以太子生病为由 辞谢来访的客人 太子大概已经逃回楚国了 我来求见秦王 当面向他请罪 楚太子已经回国去了 我黄歇该当死罪 希望大王赐我死吧 大胆的黄歇 你就当我的面自杀谢罪吧 大王千万 黄歇为人臣子 您为主人而死 太子若能立为储君 一定重用黄歇 所以不如不加罪于他 让他回到楚国去 以清楚国 嗯 不错 他若能得重用 对秦国也有好处 黄歇 免你死罪 快回楚国帮助太子吧 谢谢大王 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 除寝乡王就死了 太子丸立为储君 视为考猎王 黄歇 你有功于我 克认你为相国 是 考猎王元年 黄歇被认为相国 并封为春生君 赏赐淮北十二县的土壁 春生君相处二十多年 楚考猎王一直苦于无子 去寻求遗余生子的妇人 敬献给大王吧 是 虽然敬献了很多妇女 但考猎王却始终没有生下儿子 这时 赵元 李源 想将他妹妹 敬献给楚王 但又听说 楚王没有生子的能力 所以李源 就来侍奉春生君 作为他的门下 不久 他请假归礼 故意延误日期 为什么延了多日才回来呢 齐王派使者来求聘臣的妹妹 因与使者饮酒 所以延误了日期 送聘礼了吗 还没有 我可以见见她吗 当然可以啊 于是李源就把妹妹 敬献给春生君 并得到春生君的宠幸 娘子有生育了 真的 太好了 你就如此如此 是 我知道 公子 楚王对您的尊重信任 就是兄弟也比不上啊 就是啊 您相处二十多年 可是楚王却没有儿子 楚王百年后 将会立他的兄弟为王 您在楚王面前当权太久 对楚王的兄弟 失礼的地方一定很多 楚王的兄弟 果真立为楚王 灾祸就要降临到您身上 现在贱妾自知 已经怀有身孕 别人并不知道啊 若能把贱妾 尽献给楚王 楚王一定宠爱贱妾 若托天之信 而生下一个男孩 那么 就是您的儿子 为楚王了 这时 整个楚国可以尽得 谁又能降不测的大罪云林啊 你说得极是 就照你的意思 把你尽献给楚王 于是 春生君便把他送给楚王 也非常得到楚王的宠爱 不久便生下一个男孩 立为太子 李源的妹妹也就成了王后 楚王也因此重用李源 李源最得以顾问楚国的政事 成功一半了 你好好训练他们 马上有机会用上你们的 是 春生君为楚相二十五年时 楚考列王病了 朱英对春生君说 世间有不忘而忽致的大福 也有不忘而忽致的大祸 现在您处于生死无常的时代 身边一定要有能左右吉凶的人 什么是不忘而忽致的福 您为楚相二十多年了 名分上您是相国 可是其实您就是楚王啊 如今楚王重病 一旦楚王去世 您就是社府少主的人 因而代替少主持正当国 就像一眼周公的样 这不就等于难免称王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不忘而忽致的福啊 何谓不忘而忽致的祸呢 李元不得治理国政 因而视您为仇敌 现在虽无机会杀您 可是他暗中豢养亡亡命之徒已久 只待楚王一死 他必先行入宫 掌政权而杀你灭口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不忘而忽致的祸啊 何谓能左右吉凶的人呢 您先安置我 做近视楚王的郎中 楚王一死 李元一定先行入宫 那时候我就替您把他杀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能左右吉凶的人啊 先任放弃这个想法了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李元是一个柔弱的人 我又一向善待他 无论如何 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春神军大难灵头 还不自知呢 祝英恐灾祸铃声 于是就偷偷地逃走了 过了十七天 楚考猎王死了 李元果然先行入宫 你们埋伏在集门内 等春神军一到 立刻杀了他 是 大王 大王 春神军一走进集门 李元来回的死士 并从两面刺杀春神军 并把他的头割下 直到集门之外 立刻到春神军府中 把他的全家人全部杀光 李元的妹妹最初得宠于春神军 而怀孕所生的儿子 虽被立为楚王 视为楚幽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